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二在印度北部继续进行 印度气象部门预测 未来两天该州将继续下大雨 该州灾害管理小组负责人乔蒂·内吉表示 喜马拉雅度假小镇奈尼塔尔有18人死亡 阿尔莫拉有2人死亡 其余地区各有1人死亡 官员说至少有8人失踪 还有几人被困在废墟之下 军队部署了直升机以帮助救援工作 几天的大雨淹没了该州的道路并摧毁了桥梁 由于通往该州的道路 要么被山体滑坡所堵塞 要么被冲走 奈尼塔尔与该州其他地区保持了隔绝 大雨造成的洪水和山体滑坡 已经在南部卡拉拉邦造成至少28人死亡 山体滑坡和洪水在印度喜马拉雅北部很常见 科学家们表示 随着全球变暖导致那里的冰川融化 发生的频次现在变得越来越多 伊拉克法塔赫联盟的支持者周二聚集在巴格达呼吁对10月10日的议会投票进行 人工重新计票 伊朗支持的民兵在得知他们的选举名单 在议会中的席位从48个下降到12到14个之后 拒绝了选举结果 抗议者在伊拉克首都设防的绿区附近搭起了帐篷 准备静坐抗议 要求手动重新计票 示威者高呼反对美国和反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口号 他们还谴责负责监督选举和帮助防止选民欺诈的联合国官员 根据伊拉克的法律赢得最多席位的政党可以选择该国的下一任总理 但任何相互竞争的联盟都不太可能获得绝对多数 这将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包括幕后谈判 以选出一个共识性的总理 并就新的联合政府达成一致 10月10日的提前选举是2018年以来的首次选举 投票率为41% 是后萨达姆侯赛因时代的最低水平 先前在网上发布的初步结果显示 伊拉克民粹主义什叶派神职人员 穆克塔达萨达尔的集团 在议会中保持最多席位 在伊拉克18个省中的几个省中领先 包括首都巴格达 拜登政府日前宣布 美国因COVID-19大流行而实施的旅行限制 将于11月8日在近30个国家部分取消 白宫助理新闻秘书凯文穆尼奥斯 在推文中表示 新政策将于11月8日开始实施 并将要求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旅客 全面接种COVID-19疫苗 他说 此公告和日期适用于国际航空旅行和陆路旅行 这项政策以公共卫生为指导 严格且始终如意 由于病毒此前来自这些国家的外国人 被禁止进入美国 当时的总统特朗普于2020年1月 限制了来自中国的旅客 之后又增加了包括欧洲的26个国家 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陆地边界也被关闭 新政策将使用于一些欧洲国家 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 以及中国和伊朗等 之前政府在9月宣布了新的政策 并表示将于11月初生效 官员当时就表示 如果外国公民在登上飞往美国的航班之前 接种了疫苗 并且能够出示疫苗的接种证明 他们将被允许飞往美国 由美国新宇文化主办洛杉矶时尚传媒及 KYSL Studio联合协办的2021国际时尚旅游小姐大赛洛杉矶分赛 日前在洛杉矶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美国新宇文化公司总裁长青宇 国际时尚旅游小姐选美大赛副主席郭文斌 国际时尚旅游小姐选美大赛洛杉矶分赛区执行官于小 共同宣布了2021年赛事的启动 国际时尚旅游小姐选美大赛 由美国新宇文化集团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创立 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下 成为了享誉国际时尚文化旅游领域的顶级IP的品牌 赛事的宗旨是搭建国际时尚的平台 宣传独特的旅游文化 发掘打造明星超模 推广商业品牌国际化 立志打造世界顶级选美大赛 搭建世界文化交流桥梁 推动城市旅游的发展 截至2021年10月 2021国际时尚旅游小姐选美大赛 将开设各大分赛区 有纽约洛杉矶 九金山 波士顿 迈阿密 底特律 英国伦敦 澳大利亚 悉尼 中国上海和天津等地 国际时尚旅游小姐选美大赛 三大竞争核心力 最高品格 汇聚世界各地的精英女性 平均参选的加力学历 最高的国际级选美比赛 包括哈佛 斯坦福 剑桥等顶级名校加力参赛 那最多的关注 全球布局世界各地举办分赛 国际新闻媒体报道 结合在线直播的选美大赛 线上线下深度互动 超过三亿的关注流量 我们的选美比赛在历经短短的几年之后 可以达到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选美比赛 实在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也多亏了大家共同的努力和共同的支持 然后呢我们这边是特别开心 今年我们的选美比赛又开了英国伦敦和澳大利亚逊尼 所以我们的选美比赛 基本上差不多有20个分赛区今年 明年的话可能会更多 但是呢总之是特别感谢洛杉矶赛区的负责人 洛杉矶赛区的合作伙伴们 这么努力辛苦的付出 其实国际时尚旅游小姐这个品牌呢 在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 很高兴呢我们在截止到这个月 10月份为止呢 我们在全球已经有18个分赛区了 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我们时尚旅游小姐呢 是主打这个高品格 高教育水平的 我们的家里很多是来自斯坦佛UCLA 还有USC这些很好的学校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要呼吁 喜欢这个参加选美的活动 喜欢借由这样的选美平台 然后来展发自己内在美 外在美的品质的嘉丽们 欢迎你们跟我们国际时尚旅游小姐来联系 发布会当天 KYSL Studio的总部正式入驻 在此开幕我真的非常荣幸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就是金box的这个场所在这个时刻 我有KYSL Studio的这个模特公司在这里落幕 那个开幕 把我们这个美 然后呈现给大家 追选梦想城市同行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卫视新闻的主要内容 更多的新闻消息 请登陆ICTnews.com 我是乐乐 关注城市卫视 每天和您相伴